原本閒置的頂樓空間 現在整個大變身成了一處空中花園 系子從德市民活動中心三樓 爭取市府環保局的經費 進行了以香草植物為主題的綠屋頂計畫 裡頭種植了各類的花花草草 包括七里香 泥碟香 薄荷等香草 另外也有野牡丹 枝子花等等 而另一頭則是生態池 11號上午議員廖仙翔 系子區長陳建銘就到現場參觀 新北市政府長年來都有在推動一個 綠屋頂的一個政策 希望不管是我們的公家機關 或是民間我們的屋頂 都能夠把它做一個綠化 不管是我們種植一些花草樹木 或者是一個開心農場種植一些 蔬果類的一個概念 其實我們市府都非常的鼓勵 那我們的從德里的這個蘇里長 也非常響應我們市政府的這個政策 在我們的活動中心的頂樓 也把我們這個綠屋頂把它做了起來 這樣子一個小公園的一個概念 我們還可以做一個城市生態跳島 它可以讓整個我們這樣子一個都市 就是從你裡面 它的生態會更豐富 那未來的生態池 我們會養蓋噴豆魚 那那個我們也會 就是說希望說有更多的鳥類 把這邊當作是一個它棲息的一個場域 那也有以香草為主 有做一些影碟幼鳥 跟一些驅蚊的部分 那所以我們歡迎各界來參訪 那我們還有提供一些那個 遇水收集的水鋪滿 還有自動浇灌系統 整個頂樓環境營造 讓整個景觀漂亮變身 一旁也設置了棚架百香果 進入了收成階段 另外有水鋪滿 可以提供澆水的水資源 值得一提的是 申請市府環保局綠屋頂計畫經費 現在開放預約 並且安排專業導覽 貼心的里長準備了 中文、英文、日文三位導覽員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日本語導覽員Jai 如果喜歡的話 請來參加 歡迎來到崇德城市 我是你的英文教授 Jennifer 很期待會見你 大家好 我是這裡的中文導覽員 我叫如榮 那歡迎大家來參觀我們的綠屋頂 這邊真的很美 等你來喔 非常非常歡迎各界 沒有限定禮名 我們各界都很歡迎來 你來這邊做使用 那我們這邊備有 英文導覽、中文導覽 跟日文導覽 這是汐止的示範點 從德里 除了活動中心之外 未來也將陸續在里內各社區 住家頂樓推廣 除了一般民眾也開放 提供學校預約參觀 里長也熱情歡迎大家 共享療癒的綠屋頂空間 謝程慧玲 汐止採訪報導